大家好 欢迎来到慢生活 在剪枝 修 杂草 修到最快 发现了好像是两棵 Rosemary 应该是叫 叠叠香 但是这里太干了 赶快浇水 挽救看看能不能把它们 抢救过来 它很香的 剧了几天 终于把这棵 大的橡树分支也剧到了 还有这些枝 还要修剪 要完成一件大事 这一块 就可以让 Rosemary 迷迭香 让它好好生长了 现在春天真的来了 我们家的 Rosemary 迷迭香 发了好多心知 一方面是 上个月下过雨 另外一方面 那个浇水系统 调节以后 它也能得到一些恩惠 所以 就可以 就可以茁壮成长了 很喜欢闻它的香味 虽然 虽然用它做菜很少 但是它的香味 闻起来也很舒服 心情很舒畅 下次 下次学着做菜 更加利用 更多 利用力更高 那就更好了 这个 这个Rosemary 自从能浇到一点水以后 越长越大了 长成这么一大虫 啊 谁是可以掐一点 泡茶呀 泡水呀 有时候用它来洗头洗澡 也都挺好的 香香的 这一块 有一层 Rosemary 而且它的种子掉下来 如果遇到合适的环境 它也能生长 那这一片就让 Rosemary占领 也挺好 香香的 威蝴中 这一棵 Rosemary 迷迭香 长得更大了 它们应该是野生的 因为在这一片 我还发现 上面也有 但是上面 因为有poison oak 就不去招惹它们 但是 在这里 发现了一棵 小苗 这个 Rosemary 迷迭香 这样挺好的 在这一块 如果它们 能够把这一片 都占领 那也挺好 不要让poison oak 轻炸 闻着它的香味 也好啊 有时候还可以采一点 泡水啊 喝一喝 或者是拿它烧菜啊 甚至还可以拿它泡澡 洗头 都挺好的 用途很多的呢 多好 你们好好生长吧 这一片就交给你们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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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